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顾外修缠 咱们这个视频呢,再一次给大家聊一下稀土 那么稀土呢,咱们重点以圣河资源北方稀土和五矿稀土为例 有一个呢,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 很多粉丝可能会关心 像圣河资源的话呢,它成为龙头已经翻倍 而且呢,从1月18日,咱们点评以来 实际上呢,从这一天算起 它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翻倍的动作 而且呢,用咱们三线操盘的一个维度来讲 好,五十三,一百十四,多头排列,量能,MSD,主力身份指标 那么呢,偏离五军当今,十三不破再低息 十三不破呢,底上不要轻易丢掉 如果说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翻倍呢,是可以完全可以把握的 而且呢,咱们并不是等它翻倍之后再来讲这个方法 而是呢,像咱们三线操盘这种操盘的一个思路来讲 在很早之前就给大家进行分享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说盛核资源已经翻倍 那么像北方稀土,五矿稀土 他们未来有没有翻倍的潜力 可能很多朋友会关心 好,那么咱们来从技术的角度呢,请解读一下 因为呢,从基本面而言,盛核资源呢,业绩是大幅增长 增长百分之146到百分之195 而北方稀土的话呢 它的一个基本面年报数据来看 虽然说呢,当前还没有出来 是一个符合头肩底的技术图形 那种像五矿的技术图 首先给大家讲什么是头肩底 好,头肩底的话呢,标准的一个做法 例如说左肩,头部,右肩 然后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对应的是个颈线位 好,然后呢,一旦向上突破颈线位之后 反周不进入 那么开启一波绳势 这叫头肩底的这样的技术模型 那么什么是符合头肩底呢 是头肩底的变形 例如说呢,它的一个走法呢 并不是说,哎,这么标准 但是它对应的列数呢 像这种也可以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头肩底的 这样的一个走法 这是个符合性的头肩底 甚至说呢,最为复杂的列数呢 在左肩的部分呢 形成一个小的头肩底 然而在头部的部分呢 又形成一个小的头肩底 好,在右肩的部分呢 再形成一个小的头肩底等等 但是呢,关键中的关键 还是要看准它的颈线位 而且对于符合头肩底的话呢 它有一个经验之谈 就说呢,如果说符合头肩底 一旦成立 向上突破颈线位 会踩不破 它对应的上涨空间是三倍 这个三倍呢,并不是价格的三倍 而是呢,从最低点到颈线位 垂直距离 打个比方呢 这个位置是六块钱 这个位置是十块钱 那么四块 四块的三倍呢,十二 也许呢,从十块钱 可以的再往上看到二十二的位置 好 这是一个经验之谈 它并不是说真理 并不是说呢,满足这个条件 就一定会这样发生 但是呢,它可以做一个重要的参考 那么像五矿系统呢 当前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视角列述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呢 这是一个左肩 这是一个头部 这是一个右肩 而且呢,可以把它用 符合头肩底的一个视角来进看待 那么当前对应颈线位的话呢 其实把它的一个高点和高点相连 那么当前的话呢 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如果说向上能够 就在突破 这样的一个颈线位之后 回踩不破 那么呢 它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这个位置呢 是七块九毛六 便于计算的话呢 咱们用八块钱的位置 好 那么呢 颈线位的话呢 十九块八 也说呢 不到二十元 咱们用二十元的位置 来进行做一个参考 从八元到二十是十二块钱 从二十 再 就呢 保守列出呢 如果说 从底到 颈线位 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倍 那么呢 二十到加上十二 就是属于 三十二 如果用三倍来算的话呢 十二块钱的三倍是三十六 二十加三十六呢 是五十六 好 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一只个股 好像未来就一定能够翻 就能够涨那么多 不是这个位置 不是这样的一个 历史 好 那么结合呢 像整个稀土方向的话呢 咱们在 周四的时间 就是说呢 在前面 给他讲的呢 防范短期的一个调整 但是调整过之后的话呢 仍然还会有新的机会点 那么像五矿系统呢 这是从头肩底的一个技术角度来看 那么呢 我们可以参考的话呢 例如说像十九 十九块四 就是说呢 他对应的 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他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平台上演 大的平台上演的话呢 如果说向上突破之后 回踩不进入 那么有机会呢 进一步走前 然后呢 用残忍的一个视角 看最小级别的 列宋呢 可以把它作为 离开段内部这样的一个构建 离开段内部的话呢 回次反抽 反抽的话呢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回次的话呢 他也和中枢有接触 三百不成立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级别中枢 离开段之后 构建当前的五分钟的中枢级别 中枢一旦构建了 回踩不破前面低点 然而仍有机会呢 再向着走离开段 这是五况系图 好 那么从总结一下的话呢 就说像这样的个股回落下来 在我看来呢 他依然有机会 也就是说呢 依然可以是低息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我们再看北方系图 那么像北方系图 它的一个走势的话呢 其实是属跟五况系图相比较来讲 它之所以强 是因为 它已经实现突破 而且呢 把这样的节点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左肩 头部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右肩 它是已经呢 突破了 这样的一个颈线位 突破颈线位过之后呢 这个位置 如果就在用残略的一个视角进行跟踪 这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中枢 现在离开段 回踩不破这个中枢上沿 五况呢 是破了这个中枢上沿 和接触了 它没接触 形成三百 所以说呢 它走势更强一点 更强一点的话呢 那么当前调整 下来之后呢 依然 在我看的 依然是有机会的 好 这是北方系图 那么呢 结合当前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它对应的话呢 如果回落一方面 它可以呢 继续冲高 另一方面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中枢延伸 只要回落 不破前面 这样的低点的一个位置 和前面三十分钟 中枢平台上沿 不接触 它呢 依然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而且呢 这样北方系图 咱们前面给它讲到的一个 关键点 是这个缺口的位置 作为一个重要的直升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 像圣核资源 圣核资源的话呢 它是属于 因为率先走出趋势 率先走起样 当前呢 成为整个系图方向的 风向标和龙头 那么对于龙头个股的话呢 其实绝大部分股有会面临 这样的一个困惑 什么困惑呢 当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往往已经翻倍了 甚至翻了几倍了 追的话呢 高速不胜寒 不追的话呢 好像 它就最强 那么对于像龙头个股的话呢 很多时候 我们在一个板块移动的时候 我们只是列数呢 在它没有走出当前的行情之前 在1月18号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咱们只是一个跟踪的一个视角 像圣核和北方 它们在角足龙头 而市场的图片认为呢 北方可能是龙头的概率更高一点 在我看来呢 它们两个谁更强 谁未来更强 它就是 好 那么呢 像圣核资源呢 其实像这样的个股 已经实验翻倍 已经实验翻倍过之后 对应的 按照咱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视角 手中有抵仓呢 轻易的不要丢掉 如果说之前这样的一个高位 高开低走 或者高位的持之心 高位的长上有方巨量 那么呢 一定要防 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话呢 那么就是底仓的部分 但是呢 偏离五均 不能持与两板 辅重仓位 该减的时候又减 那么我们可以把重点的方向在 北方稀土和五矿稀土上面 然而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像北方稀土这样的个股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比如说在上周四 它对应的话呢 是一个高位十字星 就是新高之后的十字星 那么这样的十字星下来之后呢 第二天又出现这样的十字星 那么对待这样的连续两个十字星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量能 它代表的是资金的分歧和成绩 好 那么 那么对于整个稀土方向来讲 当前在我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最小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来进行跟踪 例如说 像连续两天的调整 那么呢 当前在这样的一个震荡平台当中 它的一个中心位 好 其实呢 也是在十三天均线的下方 如果说呢 后面震荡当中 连十八块钱这个位置都不破 我觉得呢 是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前面有减的前提下 可以作为再度低息的一个节点 好 后面呢 再进行走高 我们可以参考圣核资源 圣核资源呢 如果说走强 那么这样的各位会有补党的逻辑 圣核资源呢 如果说走弱调整 那么这样的各位也会面临调整 只不过呢 他们调整的幅度可能没有 像一番一倍多的圣核资源 可能调整的根本极切 好 这是北方系图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用中枢延伸的一个视角呢 例如说 冲高 回次 只要说呢 还不破三十分钟级别 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枢延伸 延伸 就是调整下来 不破 对应的是买点 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呢 如果说是属于这种 强势涨停的走法呢 可以持股 如果说呢 持续反弹 反弹的比较磨叽 那么呢 对应的 一旦偏离五军 浮动仓位 该减还是要减 好 这是北方系图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五矿稀土的话呢 它当前是考验大的 在哪个平台上延 能不能有效的突破 好 轮毂突破呢 空间进一步打开 不能突破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多震荡震荡 震荡下来 只要说呢 不破前面低点 可以把它作为 因为有业绩的一个支撑 再加上整个吸毒方向 那么呢 觉得回落下来 反而是机会点 好 当然了 如果说像圣核资源出现 冲高之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急速的一种调整 整个方向降温 列表像以圣核资源 这样的个股 在冲高之后 而面临这样的一个 跌停跌停的调整 那么呢 我们要子弹多飞一会儿 后面的话呢 仍有反复的有机会 虽然在我看来 像吸毒方向呢 未来一段时间 它可能会有个反复操作 但是呢 要注意节奏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冲高 或说呢 出现这样的高潮 之后 要面临分化 当前这件 连续调整两天三天 四天 有这样的机会点的话呢 反而可以把握新的一些 低细的一些机会 核心的标题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盯着 像北方和五胖即可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仅供参考 具体交易与法的话呢 因为没有人能够为你的 淫灰负责 所以说呢 仓位控制 以及呢 提前示好止损位 一定要时时刻刻 把它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面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